现在都在依靠发债 不断的借债 各种形式的债 各种方式政府担保政府抵押 政府下属企业等等 拿着钱给公务员发放工资 甚至于已经开始大规模拖欠 公务员工资的城市 我个人的建议 赶快有条件搬走的 必须搬走 在未来要来临的这个风暴的时候 你活都活不下去 这些城市 中国的房地产产业 从过去2019年到现在 以未来所有的时间 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 记住这话 只要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 永远没可能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了 最大的负债累赘 不可能再支柱了 就是负债累赘 在目前中国一共337个城市中 一线城市4个 新一线15个 二线城市30个 三线城市70个 四线城市90个 五线城市128个 共计337个城市中 只有5%的城市 记住了 5% 16个城市 加上前面几个可能的 还具备房地产市场 进一步稳定的空间存在 剩下95%的城市 房地产是没有任何继续扩张的可能性的 只是早坍塌跟晚坍塌之间的区别 没有资金支撑 他没办法不坍塌 听懂了 没办法不坍塌了 那就是这样情况 800万亿大坑搁在那 政府600万亿搁在那 目前中国各地方政府还在拼命的拍卖土地 还在拼命的造房子 还在拼命的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 鼓励买房子 还在不断的给老百姓提供各种 负债的金融产品 让全中国人民 那8亿加上那没负债剩下的6亿 我们就算14亿 全都付上债 进行什么 消费 把大家的现在欠200万亿 现在130万亿存款欠200万亿 把那130万亿花光了 还得再更欠多的钱 全都搁到这头来 就为了一件事 维护他表面的繁荣 李芬那屁面上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干的事 没有收入增加值 没有经济繁荣度跟收入增加值 你说你现在所有做法 除了能把这800万亿变得 这个雷变得更大 爆起来更可怕 还能干啥 到那天可能大家盼望的 大家盼望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都没有 直接就军管了 保不齐 这个雷真要爆起来 按现在中国共产党的 这种管理经济的方式跟手段 那就完蛋了 什么二十大抓经济 别扯淡了 胡说八道 二十大习近平只会更抓政治 更抓自己的独裁和统治 抓什么经济 他也不懂了 他怎么会抓呢 其实居民收入这个动态情况 跟咱们人民币存款的动态情况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地区未来商业繁荣的真实写造 那对于很多城市 它的繁荣完全是政府通过政府的各种体系通过负债制造出来的繁荣 那这种繁荣大家都清楚只要政府手里的钱花光了 不管他以前通过任何方式获得的钱 只要这个钱花光了 那这个城市剩下的只有凋零了 唯一区别就是凋零的快凋零的慢 没有任何回转的空间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 最起码90%以上的城市 目前大家看得见的各种正常运行的商业体 正好是过家放家我们还吃饭 我们还有商场还逛街 对 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行的原因是 政府继续在负债在借钱 听懂吗 继续负债和借钱 你看M2这个叔叔就知道了 M2叫做什么 叫杠杆货币指数 也就是政府的这种负债程度最大 银行以外金融机构制造的这种杠杆 货币杠杆越大 他也算作流动货币里面 听得明白了吗 M0是完全纯粹的现金 那M2能把M0放大到这么大的一个倍数 各地方继续负债 拼命负债 每一个月都比前一个月 各地方政府增加10%的负债 M2 听明白了吗 为什么我这也见不到钱 股市好像也没有钱 成交量从一两万亿变成了现在几千亿 股市也没有钱 房地产没有钱 对 那银行不是 银行没有存在里 都是负债放的杠杆M2的数 大家看到 再跟大家讲一遍 每个月M2增加值 就是地方政府通过负债增加的杠杆货币的指数 这是最大的产生值 每个月都比上一个月增加10%左右 每个月都增加 每个月都增加 地方政府要看过这种疯狂的负债 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 什么社会治安体系的运行 什么公共交通的体系运行等等 都在靠这种负债来运行 你想想这个雷 多恐怖的雷 财政负债来维持当地公务员和很多甚至于国企员工的收入 对吧 没办法什么国头城头之类的 维系了国家企业的很多正常的运行 政府来借钱 通过政府担保给企业借钱 维持了各种社会补贴的发放和配套设施的建设 维持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的升级都是负债 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这谁大家都明白 除了傻子谁都明白 一个人通过借债的形式变成了富豪 真的富豪吗 通过把不值钱的烂东西 高价卖给跟随自己的小弟 不断炒作卖给自己的小弟 把小弟的钱都变成自己的富豪 是真富豪吗 通过把未来能够收入的预期 全尽早卖掉 全一直预知掉 透视掉 把钱拿回来的富豪 是真的富豪吗 借了债肯定迟早是要还掉的 小弟有迟早被榨干的那一天 未来的收入会被透支光的 这个时候假富豪就彻底沦为 一身负债的穷光蛋了 讲到这 如果你还不清楚中国的整体形势 没办法 叫不醒装睡的人 叫不醒 中国未来可能形成的经济格局 就是围绕上面16个城市 还有比这16个相对差一点 但是人均数值贴近上面16个城市的一些城市 我范围放的很广了 我都把前50放进去了 太广了 但是就算这么多吧 打击大家太大了 这些城市还有一定的稳住经济的空间和腾挪手段 还有 但是面对马上要来的巨大的城投债 这种大规模的维约金融机构倒闭的浪潮 16名到50名的城市能不能承担得住 也不好说 也就是前16个我个人觉得避险的能量会大一点 至于采放下那后面100个200个经济垫底 人均收入垫底 特别是现在都在依靠发债 不断的借债 各种形式的债 就各种方式 政府担保 政府抵押 政府下属企业等等 拿着钱给公务员发放工资 甚至于已经开始大规模拖欠公务员公司的城市 我个人的建议 赶快有条件搬走的 必须搬走 在未来要来临的这个风暴的时候 你活都活不下去 这些城市 就算你心不甘情不愿的 这种情况下 我也会建议你搬走 因为最起码比未来 这个未来很近啊 就一年 今天你到明天你 就这一年 未来痛不欲生 要强了多得多 我呢 实际上特别不希望我自己讲东西 让中国国内的很多朋友们心情不好 他是中年逆耳 这东西就摆在眼前了 怎么办呀 脑袋扎进沙子里 是没办法去规避风险的 规避风险的 孔雀前面给人漂亮 后面的屁股可丑呢 你不知道真相啊 很多人说我什么 什么什么说负面 不是我找不着正面的 我怎么跟你说正面 我也想客观的说 没有 现在是目前巨大危机来临之前 就这么的一个空窗期 在危机要来还没来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腾挪 等危机来了 那些城市感受到的时候 你在腾挪可能都没机会了 所以我呢 个人觉得就是 呃 有一定的能力的 有一定条件的 一定要找那些具备 核心产业 较高人均收入 较好城市抵抗 风险 看什么 看消费能力 存款能力 这样的城市去生存 未来这样的城市 你活得相对舒服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目前所有的城市内的消费 还是由城市范畴内 达成的 收入也是城市范畴内达成的 即使将来真的闭关锁国 计划经济 这些城市 我刚才讲的这些城市 它的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条件 也会远远高于那些低收入水平城市 那些城市的人可能除了活着就只剩活着了 对 那中国目前的中央政府 咱们也说了 在自己经济上完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已经没有剩余 花的钱比支付多得多 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自己面临的巨大的经济难题 更别说他去救助那些地方政府了 很多说央企和国企 你们知道央企国企付多少债吗 你们知道光一带一路就让多少中国的央企和国企付的债 也是几十年上百年才能还清的吗 只是中国政府给这些央企做担保 所以中国政府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你看到那几万亿的外汇储备 那你看到实际上真实的外汇负债了吗 你看到一需要美元的地方了吗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香港现在这个局面 只有美元能救香港 香港政府它是两条线 在香港来讲 它一条线是三家银行 向香港政府交付了美元 然后拿等同美元发的这种美元贷金券 叫香港流通的货币 另一个是香港的外汇交易市场 它里面有一定的货币浮动的余量 好像是8.75到8.85之间 好像是 那在这两个市场平衡条件下 现在整个留给香港上面政府的 就一千多亿港币的美元了 剩下美元 香港政府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借给大陆了 你不是不知道啊 大陆政府经济情况好的话 美元好 它用这么慢吗 那为什么现在不救市 它拿啥救市 你觉得香港政府拿啥去救市啊 当它收回 他拿美元买回到他自己的手里 这些港币的处置以后 因为他是贷金券 美元就走了 脱离香港市场了 美元走了脱离香港市场 这些跟美元等值的港币 是不能再拿去流通的 三大银行现在自己手里流通的货币很多 也会把货币回去兑换回 交回原来抵押券 交兑换回原来的美元 香港唯一能生存是国际金融都市 这是最核心生存条件 现在没了 所有人都脱离香港 为什么不救苦市 他拿啥去救 他有啥去 他自己手里就是一千多亿美元 港币的美元 这个东西没了 他连稳定第二个 香港的外汇市场都稳不住 港币就不能成为美元的贷金券 那所有现有发行的三个银行 类似央行的三个银行 都会要求香港港府 怎么样刚性兑付回他们的美元 香港就破产了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人民币联系汇率 全面都给人 香港就不会是国际都市了 如果有美元 我再说一遍 实际是简直里的唯一标准 我跟大家讲 如果香港政府手里 大拔的几千亿上万亿美元 他根本不会到今天这个局面 如果中国真的让大家想要 好几万亿美元能干很多事 就不会把香港的美元都拿走 签署相关的协议 知道吗 实际是检验之里的唯一标准 考虑有多地方可以开始进行了 选好目标城市 有很多城市可以在网上找那个城市 招工的一些相关条件简历 最好远程面试 那就最好 没有的话就大不了花 找很多份简历 联系很多人 一次去全面试了 找到工作以后 工作相对稳定 举家就迁移去就完了 对那都迁移到这种大城市的方式 能不能保证将来活的抗风险能力强一点啊 能啊 我讲过了时间的检验之内的唯一标准 好好看看日本的发展历史 经济发展历史 为什么现在日本 东京都 谁在川历 千叶县 奇遇县 这一都三县主持的东京都会区就这么一个地儿 全日本的面积3.5% 但是到2021年底全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就生活在这3.5%的面积 这就是经济繁荣抗压力的 对吧 对于自然灾害比较多 社会灾害经济灾害比较多 日本大家这样子才是未来爆团能活下去的一个方式 对中国人就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故土难离的一个概念 真的要离开家园 总是有一些难以的割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我给了这些都是意见 给大家都是我的建议 具体大家怎么做自己去考虑 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呢 不愿意难离的自己去考虑 好吧 谢谢大家今天又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